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证明点强调破文的目的是要提醒政府去监控 环保局追查后发现 麦寮一早六点多有多处地点发生杂草火警 路边空地的杂草起火燃烧 冒出浓浓白烟 还有一座废弃养额场也起火燃烧 消防队赶到花了一个小时才扑灭火势 范围有一座竹球场那么大 燃烧时产生的白烟 让周围环境的空气品质遭到不行 在麦寮地区有多处的路燃状况发生 目前正在拟青不排除是因为路燃造成 整个空品变差 废弃养额场以及多处杂草堆 为何会起火 环保局怀疑有人随意烧垃圾 再加上风向不利于污染物扩散 可能因此造成麦寮的空污指数红爆 另外也会收集资料分析找出空污的主因 华氏新闻审判长君吴建宏云林报导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氏 还没有订阅华氏的YouTube频道吗 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华氏YouTube介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